我们中午就在这儿坐车吃饭吧 正好这边空地 把那个卡丝炉就支在这边 我们就现场就在这儿烧饭 这个没有房车确实是 烧饭休息它就不方便了 这没有房车了 只能委屈一下 蹲在这个车底下 车旁边正好有一片阴凉地 我们今天就在这儿坐车烧饭 点火烧饭 花椒弄两盒 多弄点水 看还是很有食欲的 手艺还不错 精典的最经典的方便面 虽然场面很宏大 但其实最后就是这方便面 生活需要仪式感 哪怕就是方便面也要做的 有仪式感 菠菜老妈已经洗干净了 番茄面要出锅了 烧点水休息休息 我们待会就出发 再继续往前走 其实下面就是一条河 挺好玩的 这个环境还是不错的 背后是一个小山 小山 你女儿聪明啊 聪明呗 你女儿聪明呗 大家看一下有好多摩托车 这是摩托车骑友们 来这边来玩耍了 哦 那里有好多鱼 看着鱼们就在跟人情 好多的摩托 而且还有贵州的 好像是一只要进西藏的车 对了 这个车多少钱 五六十万 五六十万啊 这个车啊 对 五六十万吗 这个车要五六十万啊 这什么车啊 我是不是 豪华车 豪华车 豪车 这就是豪车 我们来看一下豪车 五六十万 哈喽 你们是要去西藏吗 为什么要去西藏 我刚才看到有个箱子 上面写的静藏啊 没有 不是吗 原来就是附近走一走就行了 静藏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咱们添水 哦 你们是贵州的 对 你们是骑摩托 都从贵州来的吗 嗯 太酷了 哎 你们这一路都能过来吗 都能过来的啊 都能过来 你们是去西藏吗 我还不去啊 也不去西藏 西藏太远了 太远了 你当白 你当白 好酷 要收摊回家了 这个不带房车出来啊 就这些七零八岁的东西 还得再重新再堆到车上 所以说没有房车的自驾游确实是很辛苦 玩惯了房车了 住惯了房车了 还是那个方便一些 就是体验感要好一些 今天我带两个这种小桌 这个小桌我觉得要不错 因为折叠方便 回家 回家 回家啊老妈 上车 愉快的一天 结束了 虽然没有去我们的目的地 赴春江 但是也来了青山湖 也算是出来溜达溜达了 其实主要是在家里憋的时间太长了 就是身体啊 或者心理也都觉得很不舒服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放开了 所以就赶紧跟老妈出来 偷偷气 开始 走 老妈玩得好不好 好 想不想回家 该回了 该回了 嗯 很想去哪玩 下礼拜 看情况 不下雨吗 能出去 下雨哪去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要回家了 每天晚上七点固定时间 和大家在直播间里头相遇 大家不见不散 老航 前方1.5公里 向右前方行事 往航洲方向